荒野独居绝对是我见过最真实的荒野求生 没有特权 没有剧本 十个求生小白到温哥华到挑战 坚持到最后的挑战者 能获得50大不留美包 参赛选手会被节目所安置到岛上各个位置 彼此之间还不能有所接触 大家觉得谁会坚持得最久呢 这个男人叫乔西 来之前对自己非常自信 本身就有一对儿女了 自家老婆肚子还怀着一个 想着通过这一笔奖金 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点 但是当他看着船离去的背影 感觉有点淡淡的忧伤 不知道自己能在这里熬多少天了 没时间感慨了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乔西打算先将庇护所搭建好 再去寻找水源 得以能三天恶酒顿 踏了一两天也是没问题的 不得不说 他这庇护所实在有够简陋的 要知道这里可是熊大熊恶的地盘 乔西也不着急 他正希望自己能生活烘干身子 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这里的环境实在太潮湿了 即使带来了美包 已经没能生活成功 这让他非常失望 只能到附近寻找更干燥的木材 还有多东西事情需要完成 这里没有太多有用的东西 加上看到有不少动物活动的痕迹 乔西考虑换的地方居住 他也不知道节目所有没有将危险动物区赶走 只能时刻留意附近 不过要是真碰到熊的话 凭借多年警察的工作经验 他也是不虚的 这里距离庇护所也就二十多米的距离 到处都是被动物破坏的痕迹 看着还是挺担心的 乔西还发现有熊的奥里贼和吃剩的鱼肉 凑近一看可以确定这里就是熊的窝 实在太危险了 他可不想被熊盯上 还是赶紧回去 将庇护所转移离开 突然好像听到树上有动静 抬头一看 那是一头熊 这可把乔西吓坏了 仔细一看幼崽也在上面 一直被熊儿盯着也不是办法 赶紧逃离这个鬼地方 乔西跑到海岸巅 确认熊没跟过来才稍微安心下来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里也有熊的脚力 现在不仅没有找到食物和水源 还被熊儿给包围了 没想到才第一天就如此困难 乔西非常迷茫 感觉节目组是不是安排错地方了 只能通过呼喊让自己撞一下蛋 到了晚上根本不敢熟睡 只能紧紧抱着斧头 真怕有什么东西凑近这里 乔西的担心是对的 熊儿就在附近 正慢慢靠近他 内心非常着急 只能通过呼喊试图驱赶走他们 幸好这群离开了 这才避免一场恶战 这样的环境把乔西折磨得不行 别说50W美包了 就算500他也不想继续带下去 现在只想回家看看自己的老婆孩子 离开的时候 这群儿不知道是送别还是是杯 反正乔西是吓得不行 没想到才一晚就有选手退出了 不知道其他选手表现如何呢 这个长得有点憨的小哥叫山姆 平时就喜欢在镜头面前释放自己 无处安放的魅力 乔乔这一脸高兴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来度假的 他还很喜欢模仿动物的叫声 丝毫没有感受到山姆紧张的样子 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大家觉得这阳光男孩能坚持多久呢 山姆不知道的是 刚刚熬叫时 可把对面的米奇折磨 还以为什么东西在鬼叫 他之前就很喜欢一家人到野外露营 教导孩子如何生活 要是可以的话 真想下次一起过来体验大自然 尼其在岸边找到一些蛋白质 虽然不是很多 但还是能够解解馋的 不过眼看快要天黑了 要趁着低潮湿弄一些柴火 他不想被潮水困在这里 有点后悔的是忘记带斧头过来 只能用小刀慢慢砍下来 不知道这些够不够用了 潮湿的环境并不容易生火 尽可能弄到一些干燥的咆哮 米奇尝试了很多次 才顺利将火升起来 同时也是众多选手中 第一个生火成功的 他现在心情好多了 可以将食物放多火上烤一烤 一会的功夫就已经散发着肉香 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 但是让他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明天可以尝试多收集一些带回来事 就在他享受美食时 听到了狼的叫声 只能希望营地的火 不会吸引到他们注意了 而艾伦对于生活一点都不慌 甚至还有空在镜头前跳舞 或许也就山姆能体会到他的快乐了 这里实在太潮湿了 他要找一个干燥的地方 到丛林里面寻找合适的材料搭建庇护所 要是能够生堆火那就更好了 而卢卡西还在寻找合适的地方搭建住所 这里的风景他非常满意 但是没走多远就发现不对劲 脚底下是一条小溪流 要知道这里可是有形出木 加上有破坏的痕迹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喝水 实在太糟糕了 他不得不考虑一下 要不要到远一点的地方 隔壁的布兰特从下午开始就尝试生活 找来了不少老人须 本来还想从大树上面弄些干燥的炎火物 但是这里实在太潮湿了 没有找到一块干木头 现在只能祈祷这美棒给点力 如果晚上没有火 那晚上就没有水和东西可以吃 这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布兰特就是没有成功 只能住在简陋的庇护所里面 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担心领域 不过刚刚他也听到了狼叫 现在很担心会被盯上 也不知道其他选手现在情况如何 这个男人为了让妻女生活条件过得更好 独自一人过来参加荒野独居 要是顺利的话 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长大一岁 刚来到这个地方 就体验到这里深深的恶意 本来就比较潮湿 现在加上下雨 想要生活并不容易 要找一个干燥的地方搭建住所 乔有很多东西需要准备 他有点后悔穿了件普通的外套 太容易被打湿了 要是气温继续往下降 不知道能扛多久 不断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看有什么资源是能够利用的 说实话 他已经有点后悔过来 还不如在家陪女儿过生日 现在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赶路 兜兜转转才看到空地 不过这里实在太淡了 眼看天就要黑了 今晚就将决一下 全说只能携带实践求生用品 桥没有太多的选择 平时看到荒野求生 知道绳子一定要带得多 现在可以利用绳子 快速搭建一个简陋的庇护所 利用绳子绑在树上 然后就可以将防水布盖在上面 他也没打算弄得太好 到附近收集点树枝盖的屋顶 把小木柜稍微修整一下 就可以把防水布两边固定在地上 营地看起来要比其他选手要好不少 现在桥又饿又渴 还有一堆事情没有做 想想就觉得头疼 最关键的火都没弄 竟然肯定冷了瑟瑟发抖 隔壁的克里斯倒是没啥感觉 毕竟他带来了睡袋 加上本身脂肪多 睡得非常舒服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收集多点木柴和找到水源 拿着斧头就是一顿乱喊 差点还被树枝给打到了 他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在这生活90天 而且要过得非常舒服的那一种 应该没有谁比他炖的更多的脂肪了嘛 平时就没少看得益的操作 平时就待在家里吃东西 唯一担心的就是碰到大型掠食动物 可惜席木组不给他带猎枪 不知道这斧头够不够锋利的 他也放大了生活的问题 都已经开始冒粘了 就是没燃烧起来 要是没有火 他那脂肪再多也没用 到了晚上什么都看不清 克里斯变得有点着急 毕竟熊奥就在营地附近 只能祈祷他赶紧离开这里 目前只有乔西被淘汰 不知道接下来轮到谁出局呢 不仅有狼徘徊 加上没有生活成功 自己那是紧张的不行 生怕一睁开眼就看到有狼在舔他 睡是不可能睡的了 只能躺在庇护所里等天亮 克里斯醒来后脑中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快逃 立刻拨通节目组电话 他可不想和狼生活在一起 节目组怎么也没想到 这才第三天 悠悠一人要离开 克里斯被狼吓得不行 一直在那叫工作人员快带他走 这真的是相当曹高的经历 他觉得没有人能够在这里生活下去 连忙带上行李逃离 看他这样子 怕是回家都会梦到狼了 估计的换成得意去 才能给狼群上一刻 米西这边的庇护所也有狼出没 他是个狠人 整晚都拿着刀在手里 要是他们赶进来 现在都已经吃上狼肉大餐了 虽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和狼肉搏 自己也没啥信心 这边还有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环境太潮湿了 衣服都还是湿搭搭的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找到淡水喝 整体来说过得还行 得想办法多收几点东西回去 最好是能够找到食物室 然而自己兜兜转转半天 别说僵果了 连能吃植物都没有 感觉是被节目组给针对了 乔知道没有碰到狼群 但是没有足够的柴火维持火堆 这让他有些着急 要是附近的柴火不够 自己也只能搬到更远的地方 远离海滩并不是好选择 希望等会能够顺利吧 到处都是湿搭搭的 想找点干燥的柴火都难 乔打算沿着河流走过去看看 突然看到对岸有头黑熊 最糟糕的是正往他那靠近 这可把乔吓坏了 试图用声音驱赶走他 效果并不是很好 反而让熊注意到他 正慢慢靠近乔那边 早知道会这样 招惹他干嘛 幸好那熊最后还是掉头回去了 乔这才松下一口气 今天必须得收起多点柴火回去 不然晚上可没法驱赶走 他可不想夜里跟熊亲近 也不知道节目组 给的防熊喷雾够不够用 希望自己会真的那么倒霉吧 镜头来到卢卡西这里 他正尝试刮些木屑下来生活 短短几天的时间 帽子已经开始发售 这不仅能保暖 还能驱赶野兽 所以他要把味道保留到离开 要是换成我 怕是一天都不愿意 现在卢卡西就想着 趁着现在有力气 多砍发些木材下来搭建庇护所 将基本的框架搭建好后 就可以把防水布绑定到上面 空间瞬间大了不少 自己来之前和家人商讨过 如何在野外求生 他们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建议 每一件装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哪怕是胖到黑熊 自己也有信心一个花铲过去 到时自己就能成为首位图雄勇士 卢卡西还找来不少山树之当床 这些本身就有一定蛆虫的作用 自己躺在上面能够睡个好笑 目前为止 对现在的生活还算满意 可惜没有找到食物 不然过得会更好 距离天黑还有段时间 米西到海岸边看看有什么 自己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淡水 光靠雨水很难熬完剩下的日子 而离他最近的水源就在对岸 游泳过去肯定是不现实的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弄个法子过去 又得耗费不少时间不少时间 这对米西来说实在压力太大了 为了那三百万奖金 只能硬着头皮上 他打算将对面区域探索一番 要是资源丰富的话 到时就可以搬到那边居住 现在要多收集一些树枝下来 米西是个狠人把收集雨水的布都用了 他就不怕那边没水喝吗 用绳子捆绑好 必须确保没有水会进来 具体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与其说是法子 更像个垃圾袋 米西把衣服都放进背包里 即使沉船 自己也能穿上干燥的衣服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米西坐在上面一点事情都没有 正在水面上慢慢滑行 已经能够听到流水的声音 距离天黑还有不到一小时 米西刚上岸就看到不远处的水源 这下终于不用靠收集雨水喝了 可以考虑要不要搬来这里 再看看艾兰这边 他这一天啥都没干 就在那里尝试生火 弄得自己满身是汗都没看到火苗 他觉得是这里太过湿润了 得找些干燥的材料生火才行 也不知道是不是环境的问题 艾兰感觉肠胃有些不适 现在也只能弄些淡水补充一下 就是那水颜色看起来并不是很好 换做是你会喝吗 不知道别人怎样做 反正布兰特胖到肯定不会放过 他可不想因为这样脱水晕倒 直接饮用可能会拉肚子 即使没有火煮肺消毒 他也有个不错办法 那就是利用苔藓过滤 里面自带着点 具有消毒的作用 现在那水看起来就要干净很多 就是味道并不是很好 山姆并没有去寻找水源 只想将这烂木头弄成蓄水器 到时想怎么畅饮都没有问题 要是木头在大点 或许拿去泡澡也不错的样子 威恩在岸边把庇护所搭建好 看到水上有个球飘着 感觉稍微加工下就可以弄成水壶 他却想把这个带回去送里 不知道哪个倒霉蛋会收到了 防水部那边收集到一些雨水 里面并没有很多 勉强让自己缓解下 接下来的想办法弄到更多淡水 威恩学的在海滩上生活 比赛丛林里面要顺利很多 尽量多弄些木屑下来 这样升起火来会更加顺利一些 来之前就专门找老师学习过 也在家里练习过 自己还特别喜欢制造原始工具 每一件都是他的宝贝 可惜节目组不容许都带过来 不然可以过得更好 自己也是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河流 这些都得经过加热才能喝 第四天 米奇决定将营地搬过去 他不想浪费体力再来回上 最糟糕的一点就是 至今都没生活 衣服一直处于潮湿的状体 担心会出现体温过低的问题 米奇采取最简单的三脚架结构 只要确保不会倒塌 就可以铺上防水布 这样就有个住的地方 等后面有时间 再考虑巩固完善 就在他以为一切顺利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庇护所完全抵挡不住 只能临着雨再往上面 弄一张防水布 感觉气温又下降了不少 没有火烘干身次 今晚只能抱紧自己睡了 忙了半天 庇护所也就那样 希望身体还能扛得住吧 反观艾兰弄好庇护所后 就开始在周围寻找能吃的食物 发现树木上有条鼻涕虫 块头那是相当的大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里面肯定潜藏了不少病菌 少说也得煮半小时才行 经过加热后 体内的粘液都排放出来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在那煲汤 艾兰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了 将它从汤汁里面捞出来 现在的齐开把里面的脏东西弄走 看起来有点恶心 闻起来更加怪 要不是为了那奖金 艾兰是真不想吞下去 吃起来倒是有点像鱿鱼 这样原自原味的美味 强烈建议工作人员也尝尝 实在是太过上头了 自从上次瞧碰到熊后 他觉得这里实在太危险了 加上这里没有干燥的柴火 继续待在这里实在没啥前途 立刻收拾好东西 沿着河流寻找适合的地方 齐心还是挺怕会碰到熊的 父亲有不少他们活动的痕迹 只能将庇护所搭建在丛林里 这样至少周围还有植被保护 海滩这边应该找到些食物吃 运气好的话能捡到螃蟹和隔离 这些虽然不能填饱肚子 但是能稍微结结产也不错 要是节目组把这里作为起始点 自己也不用浪费这么多力气 他还发现隔壁有条小溪 虽然是淡水 但是味道有些怪 还是得想把火给生起来 现在生活就要顺利很多 卡擦几下就搞定了 今晚可以睡个好觉 然而高兴并没有多久 刚放在圆木上的打火器不见了 不会这么真的那么倒霉吧 自己到处寻找都没看到 他可没有办法每天都钻木取火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大家觉得乔会因此退出挑战吗 艾兰已经在野外待四天 齐心并没有吃到什么像样的食物 肚子一直在那里饿得咕咕叫 幸好海岸这边的海藻特别多 吃到兔都没有什么问题 对艾兰来说有吃的就已经不错了 直接拿起塞到嘴里吃 虽然并不能提供太多的能量 但是可以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瞧她吃的那么高兴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啃辣条 要是再找到一些隔离之类的 到时就可以整上一锅海鲜汤 这样一想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自己还是挺想念跟家人的日子 来之前就和妻子约定好过 只要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就会立刻退出挑战 他们都不想为了奖金 而把身体弄出问题 现在光靠海藻还是少了点一次 希望后面能够找到更多的食物吧 卢卡西打水师发现底下是黏土 这些特别适合用壁炉上 所以她打算今天多收集一些材料 到时就搭建个好点的庇护所 顺便把那壁炉也给整上 这样肯定能在丛林里面 过得稍微舒服一点 想要挡住熏的熄稀的话 木材方面肯定是不能构省的 需要砍伐搬运不少树木 这对身体的消耗非常大 不断用锯子弄出合适的尺寸 自己一个人弄实在不容易 光是想把这扛起来就则麻烦 要不断调整确定平衡点 这才确保搬运的时候不会弄伤肩膀 隔着屏幕看她在那搬运 已经能够感受到那沉重感 卢卡西这一天都在那砍伐木材 附近都被她给祸害干净 现在已经累得砍不动了 打算先看看黏土效果怎么样 担心壁炉会把木屋给点燃起来 检测起来很简单 只需要将黏土放到火了烧看看 到现在还没有寻找到食物吃 真怕没搭建完就饿晕到地上 卢卡西还特别想念家人 也不知道这样下去能坚持多少天了 而乔那边已经彻底摆烂 本来昨天搬到新地方还挺开心的 不仅把庇护所弄好 还生活成功 想着好日子就要来了 没想到自己一个不小心就把打火器弄丢 虽然现在还能减点柴火维持住 但是自己没有这么多时间精力看住 还要到附近收集柴火寻找食物 一想到这些 乔的心情就变得更加难受了 自己还没有展示什么求生技能 这次挑战就要说再见了 实在有够憋屈的 他严重怀疑这里的风水有问题 看乔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我觉得与其留在这里折磨自己 还不如早点回家休息 哪怕他现在再能扛 也不可能支撑到入冬 乔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最终还是拿起电话呼叫节目组 这才第四天 就已经有三名选手离开 节目组都有些担心 选手熬不过一个月 乔实在太可惜了 要是打火器没有丢 我觉得他很有机会撑到决赛圈那 唯一让乔觉得稀美的是 自己不是第一个退出比赛 这样一想就感觉稍微好一点 山姆并不知道这些 他还在忙着搭建庇护所 光是砍伐搬运材料 就把他累得不行 打算用这些材料围成个框架 到时只需要在上面盖上防水布 他觉得应该就能够熬到最后 自己离开的时候 妻子还大着肚子 如果不是妻子的鼓励他过来 自己也没有信心来到这里 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次挑战山姆可谓是相当努力 可惜在经验上还是差了点 弄防水布的时候 出现不少问题 感觉随时都有可能坍塌的样子 山姆觉得能住就行 以后有时间再将庇护所巩固 距离天黑还有一小段时间 维恩沿着海岸寻找点食物回去吃 没想到还能见到这最倒的鸟 表面看起来什么问题都没有 维恩可不想冒险吃这些 生怕到时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兜兜转转都没看到能吃的 庆幸到现在都没看到熊的痕迹 他觉得今晚能够睡个好觉了 唯一担忧的就是附近没有挡风的地方 就怕到时下暴风位把庇护所都给掀翻 要是明天还没有找到 只能到更远的地方看看 之前搭建的地点都不是很好 昨天差点因为涨潮淹没 可惜周边都是灌木葱 清理起来也是要耗费不少功夫 突然发现这有条道路 想都不用想 在这里肯定是熊弄出来 唯一看周围都光秃秃的 自己该不会这么倒霉在他地盘上吧 虽然待在这里有些冒险 但是他还是决定住一晚 就在这岛下的树木下搭建 至少熊来了 自己还能抵挡一下 这边地形并不算平坦 自己还得用树木搭建个平台 然后在上面盖上个防水布 只要有东西在灌木从那行走 自己就能第一时间听到 今晚就这样将就一下 到时再找个地方把木屋搭建起来 米西食物没有找到 到时发现树袋有不少鼓起的 里面的食业可是非常棒的外用药 潮湿的环境最怕会伤口感染 有了这些会稍微好上一点 布兰特对现在的生活并不满意 他并不能在潮湿的泥土里生活 一到入夜整个人就会冷得不行 继续这样下去 身体实在扛不住 最糟糕的是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只能对着镜头聊天 搞得自己更加想念跟家人生活的日子 看他一脸难受的样子 或许再过几天就会离开了 镜头来到爱兰这边 他对目前的生活还算满意 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吃那海藻 感觉都有点吃腻了 要这样再吃多几天 自己怕是会把身体给吃坏 接下来的日子 准备到岸边钓鱼 可惜在附近没看到有啥小动物 不然可以再弄些陷阱试下 满脑子都是对未来没好想象 维英就没这闲情了 他发现黑熊就在自己不到100米的地方 吓得他赶紧回去拿起武器防身 幸好没有追上来了 但是纳熊一直在周围徘徊 维英不确定喷雾有没有用 外面一点风吹草动 都把他吓得不行 好像纳熊又开始靠近了 立刻拨通电话叫人过来 他可不想撑纳熊的宵夜 节目组接到电话后 立刻赶往维英那边 现在也只能祈祷他们快点来 节目组有些担心会惊吓到熊 要是他冲到维英 即使有猎枪也很难确保他安全 加上现在船和飞机都没法到那 只能冒险开车走山路过去 希望维英能等到救援吧 纳熊就在庇护所上面 维英觉得自己凉凉了 要是早知道会这样 他就不过来参加了 在家里吃大餐不想乡吗 来之前还说要是胖到熊 就一个滑产过去吃熊肉 现在一想还是太年轻了 节目组还在路上 本来夜间开车就危险 加上这山路坑坑洼洼的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到 维英正在镜头前和家人朋友道别 还不忘叫节目组记得帮他弄帅戏点 就这样心惊胆战的等待中 节目组那终于来到山那边 人手一把枪赶到那边救助 已经半小时没有收到维英的消息 这样让大家非常担心 一边行走一边制造动静 确保熊不会突然袭击过来 没想到维英逃到海岸边 看到工作人员都过来了 这才稍微松下一口气 他已经不想继续待这里 只想快点收拾东西回家 节目组安排的地方实在太危险了 哪怕自己带着猎枪都不敢逗留 不知道其他选手怎么样 反正自己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大家睡得并不是很好 一天到晚都在害怕被黑熊袭击 达斯汀也就迷了一回 他知道现在庇护所的位置并不好 要是那熊袭击过来 自己也没有什么地方逃 除了想念家人 还是想念家人 要不是为了那三百万奖金 达斯汀第一天就想回家了 现在真的就是能熬一天算一天 卢西侠半夜冷醒才发现火堆熄灭了 要不是反应的够快 自己怕是会冻出问题 最糟糕的是醒来后才发现 带来的帆布并不防水 庇护所里面已经好几处漏水 现在也只能等雨停后再调整 山姆心态倒还好 即使外面下着雨 他也能通过磨刀打发时间 还觉得自己没啥问题 再饿个五六天也能撑得住 现在就剩六名选手留在岛上 外面下雨 艾兰啥事情都做不了 这个时候就更加想念家人 虽然只是离家五天的时间 但是感觉很久没见一样 自己已经开始有点后悔过来参加了 看艾兰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 怕不是下个要走人是他吧 大家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岛上只剩一半的选手呢 这是最恐怖的一起荒野独居 开局仅仅四天时间 就吓跑了四个求生大佬 剩下的选手各个都在哭爹喊娘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他们竟然吃上了鲜嫩多汁的大烤鱼 还啃上了香脆可口的海带疼 甚至还搞了一大把我都不敢吃的野蘑菇 只要呆到最后 就能拿到五十万美金 这种荒野生活你来了能熬几天呢 挑战来到了第五天 场上还剩下六名求生大佬 艾兰一大早就对着镜头在发呆 随后拿出一条木棍来了一刀 原来这是他自制的小日历 仔细看还少算了一天 这里的环境实在太潮湿了 吸奶的宝刀都生满了铁锈 更难熬的是庇护锁里挂满了还没干的内裤 布兰特这边也在饱受着雨季的折磨 看着挂在树上的常年老苔藓就知道 这里的雨季到底有多恐怖 有比阴暗的丛林没有一丝阳光 正片树林就像个地下的囚牢一样 即使布兰特这一生去过很多地方 但来到这里他有种前所未有的害怕 布兰特是一名退伍美国大兵 曾在非洲担任过军事教练 一是英明的他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曾经教人如何坚强和控制情绪的老教练 此时却躲在树林里 整天一类洗面叫苦连天 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到底有多难熬了 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里的农夫山泉水想喝就管保 营地附近就是一条小溪 矿物资成分富含整个元素周期表 口渴想喝时 只需将溪水倒在苔藓上即可 饮用水经过苔藓过滤后 就会流入锅盖里 一口闷下去甘甜可口回味无穷 结果到了晚上 布兰特待在帐篷里出现了卫星丸 此时头晕眼化脑子就跟降乎一样 时不时还会出现幻觉 总总迹象表明他是中毒太深了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喝了富含整个元素周期表的山泉水导致的 挑战来到了第六天 布兰特昨晚在营地附近拉了一整夜 现在身体情况并没有好转 他决定沿着小溪的上游走去 看看这山泉水的原料到底是什么 一路上全是泡在水里的树叶腐木 越往上游走 那长沙臭豆腐的味道就越浓郁 旁边还有一条翻身失败的死仙鱼 布兰特一看顿时就反胃了 原来这几天喝的水都掺杂了这些玩意 在小溪信头 还让他发现了一具发虚的动物尸体 这下彻底完蛋了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被感染了 得不到及时治疗就是在等死 一想到家里那香嫩多汁的妻子 布兰特顿时觉得 五十万奖金也没那么重要了 他提起背包直接跑路 脑子里还掺杂着一丝后悔都算我输 他要赶紧回去找老婆 不然很可能就要便宜隔壁家的老王了 此时开局才第六天 厂上仅仅剩下五名求生大佬 卢卡斯这边连窝都还没找好 更别说能吃上什么烤肉自助了 但今天他的运气还不错 他在林子里收集了大量野生蘑菇 接下来的这两天 他决定靠这些野蘑菇熬下去 就是不知道吃完后会不会被横着抬出去 米奇大早就拖着行李箱来到湖边 我还以为他也要提筒跑路了呢 原来他之前的营地实在太潮湿了 连续熬了五天 逢时骨痛差点都熬出来了 现在他不抱任何希望 只想找一块干爽点的风水宝地搭个窝就好 但往地上一看去好家伙 这草地还滋着水的 想比还不如自己之前的老窝呢 现在又累又饿还很困 他决定把大窝的事情先放一放 搞点食物填饱肚子再说 此处树上有正在谈恋爱的老鹰 地上还躺着一条陈年老咸鱼 此处靠山面水银器极重 米奇掐齿一算便知道这是个风水宝地 种种迹象还表明了这里有着大量蛋白质 米奇拿出了祖传的十米大鱼网 简单的横跨在河道里 先用树枝固定住鱼网两端 再搬来石头压住鱼网的底端 接下来吃粥喝饭 就看老天爷的脸色了 但米奇更想吃喝对面的野鸭子 回到庇护所后 米奇煮了一锅白开水来填肚子 但他最重要的打火时出现了问题 也许是摩擦的次数过多了 也可能这本来就是个不及格的产品 现在米奇生活明显没有之前的好用了 为了避免日后生活的麻烦 米奇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把松树皮的碎线收集起来 将其装到一个铁皮盒子里 最后放到火堆上蒸干树皮的水分 掐准石器将其捞出 打开里面一看效果非常完美 这可是绝佳的火种材料 碳化后的松树皮只需一碰到火星 就能很轻易地把火升起来 有了这宝贝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没有火了 一转眼米奇就忙到了半夜 先来无事的米奇决定去查看渔网 由于晚上是海滩的退潮时间 为了渔祸不被暴露在海滩上 他只能大半夜摸黑来到河滨查看渔祸 此时海舌果然已经退去 才放下不久的渔网也裸露在河床上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一条十几心的狐尊鱼收入囊中 省着点吃三五天的口粮算是有了 来不及高兴 这时附近传来一阵怪叫 吓得米奇扯起渔网就往家里跑 林子里晚上特别危险 几乎所有的肉食动物都会出来觅食 更别说他还提着一条狐尊鱼了 走慢点搞不好米奇也得交代在这 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营地里的火堆升起来 来来来 看看这第一季的低条大鱼 少说都有十几斤网上算 要是吃一顿饿三顿的吃法 吃个十天半个月都不成问题 但几天没吃饭的米奇 他决定今晚一顿吃到撑才行 他用一根长木棍把鱼肉固定住 两边再用小树枝横穿起来 为此米奇还特意造了一个豪华烧烤架 看着在火上烤着漏油的鱼肉 米奇嘴角上不经意就流出了口水 趁着烤鱼肉之际 赶紧双手合适来个虔诚的忏悔 烤肉的香味顿时弥漫了整个荒野 一番制烤后 终于到了享用的时刻 看看这肥美多汁的烤肉 我隔着屏幕都在流口水了 一口下去真是外交里嫩入口即化 饿了几天的身体 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升华 每一块鱼肉都在味蕾上跳动 丰富的蛋白质带动着每个细胞在跳跃 要是条件允许 我能吃到大结局 但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出意外了 鱼肉的香味迎来了周围的大黑熊 米奇第一时间就把照明蛋和匕首踹到手里 幸好庇护所里烧着火堆 大灰熊这才不敢靠近 米奇也算是躲过了一劫 不然此时坐在这的就是一具灵魂了 吃饱喝醋后 米奇终于进入了梦乡 杜斯丁这边还是已经退潮 这种环境赶海抓海鲜是不可能了 但他捡到了一条奇怪的海带藤条 轻轻一掰就断成了两节 闻起来那味道直冲天灵钙 但手感还不错 看上去也挺好吃的 用刀削去藤条那过长的包皮 剩下的就可以一口闷了 嘎嘣脆鸡肉味 抛开事实不谈 蛋白质还是牛肉的五倍 但很咸 像是直接吃了一把盐似的 东西虽然好吃多了会有脱水的风险 退潮的沙滩上一片狼藉 不过这里的木头 却是上好的材料 在杜斯丁眼里就是成堆的木柴 有了这些木头 自己就不用费力去砍书了 来不及高兴 杜斯丁马上开始收集物资 结果一个没站稳就摔了个狗啃屎 还好没有受伤 气氛的杜斯丁当场就拿半岛他的木头来开刀 他要用木头做一只长毛 因为这里的大黑熊实在是太多了 参加节目前 妻子就千丁万主一定要活着回来 当时他还说怕个锤子 光头墙和大黑熊我都看五遍了 根本就没什么好怕的 要是熊来了 就抓起来把他当小狗养 来到这里面对大黑熊的那一刻 自己真的怂了 到了夜晚 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就会成倍增加 要不是心里还揣着50万奖金 他早就想提筒跑路了 镜头给到艾伦这边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生吃海带的绝活 首先把海带卷起来 就像个迷你版的墨西哥卷饼差不多 你还别说 这玩意吃起来挺上头的 如果条件允许 艾伦打算吃到比赛结束 时间来到了夜里 艾伦认为今天是最漫长的一天 半夜回不着 外面是不是还传来怪叫 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幻觉 其实这是孤独症的前兆 人一旦处于极度孤独寂寞时 就会出现以上种种现象 看来艾伦在这估计也待不久了 挑战到现在是第六天 场上还剩下五名选手 山姆被分配到的是个好地方 大早就在叫嚣这个挑战跟旅游一样 除了周围有大黑熊和土狼外 其他一切动物在他眼里都是实物的存在 而米奇这边毛毛细语一直没停过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他四岁的女儿今天生日 很遗憾他还没拿到奖金回去 答应要陪女儿过生日的承诺也没有兑现 这个艰强的爸爸 也不禁落下来眼泪 众所周知 想家人的选手 一直都逃脱不掉体统跑路的结果 那么米奇是否能打破这个魔柱呢 时间才到第六天 就已经淘汰了五人 剩下的选手个个都在苟延参喘 有的甚至连个帐篷都还没搭好 他们真的能顺利熬到最后吗 上集说到米奇三更半夜出门抓鱼吃 不料却被他收获了一条金石金的大家伙 就在他享受着肥美多汁的烤鱼肉时 一头美洲狮顺着味道闻讯赶来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荒野里 米奇只能慌忙掏出匕首和照明弹 这是他硬钢大狮子的唯一武器 相比吃烤鱼 现在他更想尝尝狮子肉 他认为以其坐以待毙 还不如拿着刀出去跟他硬钢 打赢了大鱼大肉吃到腻 打输了顶多就是被打包横着抬出去 米奇胆子也太肥了 竟然拿着小刀半夜出去找狮子单挑 很可惜 猎物早就不见了踪影 米奇最后只能回到睡袋里树面羊 但一想到每周时就在自己身边 今晚注定是要彻夜难眠了 五十万生存挑战赛已经来到第七天 场上还剩下五名求生大佬 难怪米奇昨晚连烤鱼肉都不敢吃了 原来开局到现在为止 自己连个像样的庇护所都还没有 经过每周时昨晚的惊吓 米奇深知搭建庇护所 是时候提上日程了 杜斯丁每天都在想老婆 就他这种状态不说他是来荒野求生 我还以为他是来这养老的 整天不是坐着发呆思考人生 就是看着风景打发时间 他对着镜头废话说了一大堆 总结一句就是又累又饿还很困 看到水里的土拨鼠 都想抓上来摇两口 杜斯丁也意识到了这样下去迟早会熬不住 为了使自己盲目起来 海滩上的这堆垃圾 正是他接下来的任务 杜斯丁开始清理沙滩上的木头 但石头的木头根本无法做柴火 如何把这些木头烘干成了个大问题 他又在岸上找到了一个木托盘 这不就是个半成品庇护所吗 可杜斯丁还来不及高兴 天空又泛起了阵阵乌云 西北风还呼啸不停 掐指一算 这是狂风暴雨要来的前奏 卢卡斯刚起床就计划着 接下来的求生方案 他的对面是一座小型岛屿 此时一个造船计划 在他心头已经蠢蠢欲动 卢卡斯认为 对岸一定能钓到大鱼 这位兄弟的脑洞那是真的大 同一片湖水 凭什么对岸的鱼会更大呢 知道的兄弟麻烦在评论区科普一下 与其悄然来临 狂风大作 各个求生大佬都在忙着完善庇护所 卢卡斯在不停地剧木砍树收集木柴 艾伦也在忙着加固庇护所 这场暴风雨看来会持续好几天 他被抓紧在风雨来之前做好准备 他可不想冒着雷雨出门见木头 山姆的小型帐篷 在如此环境下显得力不从心 甚至还隐隐有种要被连根拔起的趋势 赶紧临时抱佛脚修补一下 但愿今晚不会被大风帘盖掀起吧 杜思丁刚把木头捡回来 突然的狂风大作让他不知所措 他的帐篷搭在了树林里 这场大风雨看来并不简单 短短的几分钟里 他亲眼看到了三棵大树被吹倒在面前 要是半夜直接砸在庇护所上 他可能连呼叫救援的机会都没有 外面的天气已经是狂风暴雨 杜思丁躲在庇护所里射射发抖 一想到家里那肥美多知的妻子 还有那不愁吃喝的生活 况且他是来体验以外生活的 而不是来送命的 体验完生活已是时候退出了 杜思丁一想到这 那退赛的冲动顿时涌上心头 很快游艇又出现在了海面 杜思丁早已收拾好行李 再次等候多时了 50万美金在生命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每天在这根狮子做邻居 就算不被吃掉也会被吓个半死 还不如早点回家抱着棋子热炕头呢 在他踏上船的那一刻 那心头上的大石终于是落了下来 随着雨季冬天的到来天气寒冷食物匮乏 后门的挑战将会越来越难 也许现在退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荒野上狂风施虐暴雨滂沱 求生大佬们都进入了避难状态 别说能吃上什么大鱼大肉了 现在大家有一口野菜吃都算奢侈 卢卡斯这边时刻都担心着外面的情况 大风吹着大树沙沙作响 时不时还会响起大树倒下的声音 要是直接砸中他的庇护所 那么不久后坐在这里的就是一具灵魂了 大风雨伴随而来是寒冷 即便身边就是大火堆 卢卡斯也没感到丝毫的温暖 野心是饿得太透车了 自身能量已经无法及时攻暖 山姆这边也好不了哪去 他不仅还没有火取暖 而且庇护所还漏水 要不是等着拿50万回去取老婆 山姆真的一颗独步想带下去了 难 真的太难了 挑战已经来到了第八天 场上还剩四名求生大佬 暴风雨已经悄然离去 今天是个好天气 山姆决定去海滩上碰碰运气 他认为退潮的海岸会有大量的食物 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他 赶海经验那是嘎嘎强的 随便翻开石头一看 里面果然藏着很多肥美的大闸蟹 山姆顿时就来了精神 马上开始扫荡了海滩上的蛋白质 不一会就收集了一大锅大螃蟹 赶紧回家生火干饭 直接炖了一锅螃蟹老火亮汤 这顿肥美的螃蟹大餐 让一连饿了几天的山姆 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这香嫩多汁的蝎黄 瞬间让他满血复活 这口味很熟悉 是妈妈的味道 第二天他又在海边捡到了一根像水管的海枣 用刀将其切成小片 然后直接放在火堆上熏烤 一口下去嘎嘣脆 可并没有传说中的牛肉味 口感就像在啃橡胶一样 那恶心的味道 让他根本吃不下第二口 也行是生活的压力 或者是内心的孤独 山姆对着镜头突然痛哭流涕起来 男人往往都是这样 一副坚强的外表下 隐藏的是一颗娘娘腔的内心 风花正茂的他也才22岁 别人都在啃老啃富婆 他却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啃水管 同样是人 为啥待遇会差那么大 卢卡斯这边雨刚刚停 他的造船计划就提上了日程 他对着镜头比比画画了一通 据说是在设计出海的豪华游艇 反正我一句话也没听懂 卢卡斯坚信想致富仙鹿树这道理 就这坎木架是光头强来了都直呼内行 庇护所周围的树都被他砍完了 至于找蛋白质什么的先放一放 来到这里根本没有一点食物危机感 但如此坚强的男人 也有柔弱的一面 他也会想家 他也会想亲人 长期的孤独让他不自觉地流下了泪水 可泪水过后 他并没停止手上的工作 累了困了就烧个水洗个热水澡 需要释放时 就用屁股对着火堆来一坨 大量的氨气从体内喷发出来 虽然我有点理解不了 但也许这就是一个强制的挤压方式吧 接下来的时间 他都是在打造木船 整天除了巨木就是砍树 先不说他这船能不能造出来 就凭他这份拼劲 就值个50万奖金了 挑战时间来到第13天 卢卡斯豪华游艇的基本框架终于完成 就这造型就知道他深得鲁般绝学 今天是游艇试水的日子 为了避免意外落水导致身体失温 卢卡斯喝了一锅热腾腾的野菜汤 还准备了干燥饱暖的衣服 家里还剩了一堆旺盛的篝火备用 如此缜密的准备 他根本没有后顾之忧 硬要说他还需要准备点什么 我想除了衣嘱之外 应该也没什么了 他扛着个笨重的木架来到海边 直接用防水布将其包裹起来 荒野独居第一季第一艘豪华游轮 就此正是扬帆起航了 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起了 小时候那首童谣 兄弟们 有没有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有感觉的 点个赞我看看 时间来到第14天 场上还剩下四名求生大佬 要说荒野生活谁最强 艾伦敢说第二 没人敢抢第一 此时正忙着在家打磨石头找乐子 还来了一段艺术表演 在这种细雨绵绵的环境中 能听到如此畅想心扉的音乐 简直就是人生一大享受 唱得很不错 下次不许再唱了 米奇这边躲过了狂风暴雨 饿得前胸贴后背的他 终于想起了出门寻找食物 可刚出门还没几步 他就在地上发现了一坨新鲜的粪便 这么大的一坨 目测不是自己的 就这工程量 生产厂家绝对不小 米奇沿着痕迹走去 他看到了心惊胆战的一幕 距离他的庇护所不足200米处 竟然发现了一个正儿八经的熊窝 远远的看去里面还弥漫着诡异的气息 可米奇直接一笑而过 在50万美金面前 什么大黑熊美洲师 来了就将他按在地上摩擦 不得不说这一季真的太难了 不仅要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 还要抵御周围的财狼猛虎 还有食物的匮乏 孤独的入侵 每一个都是致命的存在 仅仅十几天时间 就淘汰了六名求生大佬 剩下的四人也遭受着各种折磨 如果是你 这种50万美金的挑战 你来了能坚持多久呢 来来来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上集说到卢卡斯足足花了五天时间 打造了个荒野豪华游艇 山姆饿到要捡水管烤着吃 最后被逼到痛苦流涕起来 挑战时间来到第14天 场上还剩四名求生大佬 今天是个好日子 艾伦大早就在镜头前 几枚弄眼搔手弄姿 刚睡醒的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外面的树林依然石碌碌的 但今天对他来说是个开婚的日子 前几天他在湖里放下了鱼网 刚出门 他就感受到了大鱼的召唤 不过在去检查鱼火之前 体力过于旺盛的艾伦 决定先把熏鱼肉的架子搞起来 避免抓到的鱼肉太多了 到时候来不及找地方储存 对着周围的树木就是一顿狂揍 细雨稀里哗啦下个不停 这也阻挡不住他工作的热情 顶着大鱼忙活了大半天 鱼都还没捞回来 差点把艾伦累个半次 一个烟熏棚终于搭建完成 看看这奇特的造型 确定这真的不会被大黑熊偷家吗 满怀期待的来到湖边 此时内心无比兴奋且激动 但看到眼前的一幕 差点让艾伦的陈年老血都喷了出来 湖水已经退朝周围一片狼藉 幸运的是鱼网还在 不幸的是鱼毛一条都没抓到 艾伦此时全身的血已经凉透 就连落空的鱼网都懒得收了 他又来到湖边捡些贝壳回去填肚子 顺便再搞一些海草做调味料 即便没有大鱼大肉 来干一锅满满的海鲜拼盘也不错 直接放到火堆上大火慢炖 半个小时后海鲜的香味就充满了整个荒野 一口一个小鲍鱼 哦 这味道简直爽到飞起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这锅大杂烩必须来个大大的赞 自从造了个豪华游艇后 卢卡斯天天都在放飞自我 整天不是在思考人生就是在湖里泛舟 方圆百里的水域都已经成了他的地盘 有了木伐后 食物在他眼里根本不用担心 对岸的山丘果然是个风水宝地 饿了的时候只需划着小船来到沙滩上 水里的蛋白质正在疯狂地吐着泡泡 掐指一算下面藏着肥美的海鲜大杂烩 但此时海神马上就要涨潮了 卢卡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把木伐扛到岸上 避免涨潮后还是把爱心的小船送走 一切准备就绪后 卢卡斯就开始了一天的挖海鲜之旅 不得不说这里的海鲜真的多 只需用船桨往泥土上一窍 就能捡到鹅蛋粗的大贝壳 一个个肥美多只肉多皮薄 此时他化身成为了赶海达人 毫不留情地扫荡着正片海滩 用了大半天时间 他收集了十几斤的隔离 换了的时间总是一闪及过的 他要趁着天黑之前原路返回 但涨潮后的湖水明显比之前凶猛了很多 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以根本无法控制前进的方向 卢卡斯本以为是厚重的衣服 妨碍了他的发挥 便把身上的大袋袄都下来 后来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但还没花几分钟差点把他泪趴了 最后他被迫在营地两公里远的海滩处靠岸 然后把心爱的木筏藏到附近树林里 最后扛着十几斤海鲜徒步返回营地 虽然很累 但心里还是每次次的 米西这边趁着天气好了点 赶紧拿出家穿老内裤出来晾晒一下 这几天一直穿着半师不干的衣服 那感觉就像驼鼻涕粘在身上一样 十几年来的老风湿都差点被熬出来了 尤其是上面还滋生出了霉斑 再这样下去 身体很可能会感染披震 像这种有太阳的天气 只需把衣服连续晒两天 这种发霉现象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但让它稀美的是 自己还能吃上炖肉 前几天捕获的大鱼 还剩下一点点角料 连肉带骨直接扔锅里住 即便鱼肉已经不新鲜了 但打开锅盖后扑鼻的香味瞬间迎面熄来 一口陈年老鱼汤下肚 那鱼香肉丝的味道直冲天灵盖 米西感觉灵魂瞬间得到了升华 时间来到夜里 米西的衣服依然还没有干 夜里的气温变得极低 潮湿发霉的衣服根本不保暖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想睡个安稳觉 对米西来说都是显得奢侈了 挑战时间来到了第14天 第二天早上 趁着海时涨潮 艾伦一大早就来检查河道中的渔网 黄天不负有新人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几经失败的烂渔网 终于迎来了收获 巴掌大的帝王蟹死死的缠在渔网上 心急火燎的艾伦 也不管它三七二十几了 直接连网代谢一块扯了下来 好家伙 求生大佬就是不一样 你真的打算吃完这顿没下顿了吗 将巴掌大的帝王蟹扔进锅里 今天的重头戏还在渔网里 又在渔网里抓了一条十斤重的三尾鱼 为了防止转眼就溜走 艾伦直接给了他一刀跟他讲道理 迫不及待的在岸边开始处理食材 一只帝王蟹再加上满满一锅鱼肉 再下上一把水草做调料 那味道煮出来肯定顶呱呱 当然小鲍鱼肯定也少不了 今天一定要大口吃到饱 耶稣来了都拦他不住 艾伦说的 除此之外 艾伦还是个优雅的美男子 想用美食钱 该有的仪式少不了 求生大佬还特意为此 做了个警指的木勺子 就算身处荒郊野里 那该死的绅士气质可不能丢 熄火慢顿的海鲜大杂烩终于出炉了 新开锅盖 阵阵肉香瞬间飘满了整个荒野 就这么一大盘香喷喷的鱼肉 我隔着屏幕都干了三大碗白米饭 这是艾伦来到这的第一顿大餐 满满的一大锅蛋白质 差点把眼前这个几十岁的老大叔撑出时来 火堆上还剩有十几个烤海螺没吃完 正所谓保暖私隐欲 艾伦也不例外 酒足饭饱后艾伦也思念起了 家里肥美多吃的小娇妻 但不可置疑的是 今天绝对是个好日子 卢卡斯这辈也在享用着得来不易的美食 这一锅海藻顿隔离 虽然没有艾伦的鱼肉强 但卢卡斯依然吃得津津有味 这是他来这的第一口肉 自从造了艘豪华游艇后 卢卡斯的蛋白质食物 就不再是什么问题了 荒野生活水平也进入了小康水平 看来50万奖金越来越有笨头了 转眼镜头来到山姆这边 这货不知道从哪里也搞来了一条大鱼 就这晃动的力道 差点就一个手滑扔回了水利 但看这大鱼的个头 应该十几斤往上 山姆直接抡起斧头就跟他讲道理 一个措手就给他来了个物理超度 今晚绝对是个痊愈盛宴 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剩下的求生大佬都吃上了大肉 基本的温饱算是得到了解决 但荒野求生绝对不是看得如此简单的 他们真正的挑战 这才刚刚开始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 选手们马上就迎来了温哥滑倒漫长的雨季 卢卡斯每天都猫在营地里想老婆 一连几天的无极致输出 让卢卡斯整个人都出现了违命 现在烤火堆成了他唯一打发时间的乐趣 有时还会顶着大雨到野外干点体力活 漫长的雨季让他的柴火也快扛不住了 即便环境潮湿 他也要收集足够的木头回去 为了不让自己受潮发霉 卢卡斯每晚都会煮一锅热水来擦身体 果然一个优雅的男人 永远都把外表放在第一位 吃一顿饿三顿的艾伦 大部分时间也躺平在庇护所里思考人生 时间一天天过去 大雨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艾伦遵循着少设入少输出的策略 只要躺着不动 能量消耗就减少 想把他逼退赛 耶稣都带他不走 但无聊那是真无聊 艾伦现在都开始出现胡言乱语了 同样遭受雨季折磨的 还有我们的山姆小可爱 人一闲下来就开始想那数不过来的女朋友 一阵舒服打仗后 迎面熄来的是无尽的孤独 看着外面绵绵不断的细雨 她也开始想念起了家人和家里的细构 时间来到22天 淋下了一个星期的大雨终于停止 久违的太阳终于冒了出来 米奇又拿出了几天没洗的衣服出来晒一晒 我真怕她衣服上翻出一块蘑菇来 山姆这边也拿出了珍藏已久的大棉被晾晒 一阵阵梅味扑面而来 让她实在受不住 这几天躺实的日子简直生不如死 硬生生把22岁的小伙子熬成了一个中年大叔 经历了雨季 他才意识到此刻又多美妙 卢卡斯也出来晒太阳了 撩人的发型已失去了以前的生机 但看到如此灿烂的太阳 她也忍不住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脱去穿了十几天的衣服 她展开双臂放肆地享受着太阳的轻柔 老婆送她的护身符 在太阳光芒的照射下也显得格外耀眼 艾伦那更是放大了起来 趁着大好的天气 赶紧来到湖里准备洗须多日以来的晦气 在帐篷里握立那美酒 身上都快长出金针锢来了 那辣眼睛的老包弟 就连树上的老鹰都没眼看 一番游玩后 再裹着一条遮羞布 艾伦迈着自信的步伐 朝我们走来 不说这是荒野求生 我还以为是什么国际梯台秀呢 求生小赛基淘汰后 剩下的这些才是求生大佬 他们的实力也逐渐得到了验证 有能力的造船出海抓鱼 没能力的旧地区才满足温饱 他们的荒野生活也逐渐走向了稳定状态 但结局是残酷的 冠军只有一个 最终50万的大奖 最后会落入水手呢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经历了漫长的雨季 求生挑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时间已经来到了第23天 场上还剩下4名求生大佬 山姆一大早就用鼻孔对着我们狂发牢骚 原来昨晚一群小杰瑞在隔壁开party 那叽叽叽的DJ音乐声 吵到山姆一整晚都难以入眠 山姆决定给这群小杰瑞来个写的教训 上一集大鱼大肉吃你了 现在打算换个口味吃一个老鼠炖汤 熟读被野求生手册的他 马上就在镜头前展示他的捕鼠神器 只需用刀把小木棍一端削尖 再用鱼线将其绑紧起来 三根树枝加上一块大石板 就能设置一个最原始的落石陷阱 但作者玩意不仅要技巧 还要做过的耐心 稍微用力不对就得从头来过 忙活了大半天 山姆才完成了两个 两只手掌都被砸得血肉模糊了 可看到这两个完美的陷阱 一想到明天就有香喷喷的烤薯肉吃了 山姆认为这一切的努力都值了 第二天一早 山姆就迫不及待的来检查捕鼠陷阱 第一个陷阱还是原封不动 第二个陷阱已经触发了 不过里面连老鼠毛都没抓到 山姆并没感到失望 至少证明了老鼠确实曾经来过 只需把陷阱重新安放好 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小可爱都会落网的 可挥之不去的饥饿感 让他根本无法集中精神设置陷阱 娇嫩的双手都被砸出了关键岩 一而三的失败让他彻底的崩溃了 再加上连绵不断的大鱼 崩溃的山姆直接罢工不干了 一扭屁股转头就回营地躺失去了 好家伙 这种暴躁的个性我喜欢 卢卡斯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出海钓鱼 昨天在岸边见到了一个浮表 作为专业的求生专家 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个极品大宝贝 把浮表切成多个小块 再用绳索将其串通起来 连在一起 上面再绑上多个大大小小的鱼钩 这就是一排全自动钓鱼装置了 要是运气好的话 卢卡斯将会迎来连绵不断的蛋白质 这套连环独命陷阱一下水 就算维尼斯水怪来了都得抖三抖 第二天一大早 卢卡斯就来到湖边准备扬帆出海 他要赶在掌潮前去检查钓鱼陷阱 水面灰蒙蒙的一片 正是大鱼出没的时间 可把鱼钩捞上来一看 别说大鱼了 就连鱼毛都没抓到 大早起来空欢喜一场 现实又狠狠给了卢卡斯一个大逼动 看来今天大鱼大肉的希望有泡汤了 将无法拆开藏起来 以其辛辛苦苦地开船抓鱼 还不如安安静静地欣赏良辰美景的 难 真的太难了 要是能来个肯德基鸡腿宝就好了 挑战来到了24天 四名选手已经进入了决赛圈 连续猫在家里一个星期 艾伦早已饥渴难耐了 之前剩下的鱼肉 已经消耗殆尽 此时正磨刀祸祸准备干票大的 现在正值海水退潮之际 艾伦来到湖边检查渔网 但这几天全都是空军毫无收获 想要夺得冠军走到最后 就必须拓展其他获取蛋白质的途径了 他掏出了收集淡水的矿泉水瓶 在瓶口五公分处用刀切断 再到这瓶口塞进瓶子里 这种入口大出口小的设计 能让小鱼游进去后 就难以逃脱出来 但抓到猎物的大小 取决于瓶口的粗细 这也是德耶常用的求生伎俩 艾伦拿着新鲜的陷阱 来到海边安放 各大水坑都放置了好几个 有没有收获剩下的 就交给幸运女神了 米西一直都面临着食物来源问题 别人家都造成出海捞鱼了 他倒好 现在连个吃饭的家伙都还没有 一直以为没收获的鱼网 隔着老远就看到 上面挂着一条蛋白质 本以为今天可以吃炖好的了 开开心心走进一看才知道 确实是一条肥美多汁的黄骨鱼 但从颜色和气味上判断 至少隔屁了一个星期以上 吃不吃成了米西此时最难的角色 最终米西还是下不了嘴 我想也许他还是饿得不够透射吧 白白错过了一顿美味 自责的米西整个人都一谋了 隐隐若若米西就有了退赛的冲动 好在最后李智及时战胜了冲动 挑战来到了第25天 最后四名选手还在苦苦挣扎 趁着海水退潮 艾伦迫不及待地来到海边检查陷阱 黄天不负有心人 本以为收获不大的米西 整个人都惊呆了 第一个瓶子就抓到了满满一罐小鱼 看来今天的晚餐跑不了了 来不及庆祝 艾伦又检查了第二个陷阱 又是满满的一大罐 虽然鱼儿个头不大 但扛不住数量多呀 炖一锅海鲜大杂烩 就这数量能把艾伦撑出使都行 眼看艾伦大丰收 卢卡斯这边也不示弱 划着小船再回到捕鱼陷阱处 平静的鱼飘躺在湖面上 本以为又是空军零收获的一天 可一扯绳子发现手感完全不一样 下面绝对是条大家伙 卢卡斯随后就发出了呱呱呱的怪叫声 好家伙 一条鸡筋重的石斑鱼到手 鱼钩还是挂在鱼鳃上的 运气来了真是谁都挡不住呀 卢卡斯马上回家准备生火干饭 直接就在岸边就地取材烹饪美食 滋滋作响的鱼肉散发出迷人的香味 肉都还没熟 卢卡斯就迫不及待地尝了起来 一口下去味道还不错 就是口感不太好 吃了这一顿顿鱼肉 昨天还想着退赛的他又重拾了信心 50万奖金又多了几分希望 而米奇士混得最惨的一名选手 前几天鱼网唠叨鱼没吃上 现在可好了 昨天的海水涨潮 一下子把他唯一的鱼网都冲走了 这可是他获取蛋白质的唯一来源 这下可玩毒死了 鱼网的丢失等于给他宣判了个死缓 能不能继续熬下去 就看他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食物来源了 挑战时间来到了25天 自从塑料罐捕鱼陷阱大丰收后 艾伦几乎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蛋白质 越战越勇的他 决定做一个更大的地龙去抓鱼 目标就是海里更大的三尾鱼 看来小鱼小侠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 废话不多说 说干就干 大佬的执行里一点都不含糊 很快就收集了大量藤条树枝材料 收到塑料瓶捕鱼器的启发 艾伦要做的捕鱼地龙原理也一样 只是做起来复杂很多而已 他需要把众多枝条缠绕在一起 对于手伞挡的艾伦来说 这无疑是一项工程巨大的手工活 来来来 想学的朋友赶紧记下来 这几天下来 艾伦一直猫在家里造鱼龙 饿了就去河边搞点小鱼来吃 吃饱了继续在家编织鱼龙 就他这份奋发图强的拼劲 要是其他选手知道了 估计的当场体统跑路还直呼太选了 整整过去了五天时间 一个超大的捕鱼地龙终于完工了 看看这鱼龙的口子 别说抓鱼毛了 就算鲨鱼来了都逃不掉 一切准备就绪后 艾伦马上扛着鱼龙来到海边进行投放 只需把鱼龙放在礁石上即可 等到涨潮石这里就会被海水覆盖 能不能过上好日子 就看这一波了 挑战来到了第三十一天 自从放下鱼龙后 艾伦心里一直很忐忑 这几天焦虑的整晚都难以入眠 终于到了退潮时间 他迫不及待地来到海边检查陷阱 可老天这次就是不给面子 那么大的鱼龙里面 没有任何蛋白质的影子 一条鱼都没有抓到 这是艾伦做梦都没想到的结果 他花了全部心血造出来的陷阱 现在还不如一个塑料灌来的收获多 最后他重新调整了鱼龙的位置 期待下次能有更好的收获吧 山姆这边又是一夜没睡 几天没吃肉的 他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之前设置的陷阱 也是一直没收获 现在的温度达到了零下五度 周围的环境都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这预示着冬天马上就要来临 没有食物的他面对如此环境 难 真的太难了 山姆不仅要抵御饥饿 现在就连防寒保暖都成了个难题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捕鼠陷阱 因为这已经是他唯一的食物来源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次他的捕鼠陷阱 终于迎来了收获 今早按照棍里去检查陷阱 鲁露在石板外的老鼠尾巴 已经冻成了冰棍 下一秒一只小可爱就出现在手里 马上回到庇护所生活干饭 先把鼠毛绒大衣脱掉 再将其的内脏统统掏出来 剩下的鼠肉全都可以吃 把处理好的食材放在锅里焖煮30分钟 滋滋作响的爆油声 挑逗着山姆的食欲 山姆不自觉口水哈喇子就留了一地 赶紧打开锅盖一看 这油炸小老鼠的香味那是真上头 两只手夹着老鼠慢慢的细品 山姆生怕浪费任何一点蛋白质 最后他把老鼠吃的骨头都没剩 抛开事事不谈 这才是真正的牛肉味 温哥华岛的冬天悄然来临 挑战难度也会提升到另外一个等级 每个选手都可能随时退赛 特别到了这种高手巅峰对决的时候 那大家猜一下 最后谁会是本集的冠军呢 来来来点个赞 我们一起往下看 上集说到山姆自制了捕鼠神器抓老鼠 精松实现了极锐烤肉自由 而艾伦丽废物再利用打造了捕鱼献剑 满锅油渣小鱼天天吃不停 挑战已经进入最后的决赛圈 最终谁才是最后的冠军呢 挑战已经来到了32天 决赛圈还剩4名求生选手 艾伦趁着太阳出来了 赶紧出门检查一下鱼网 出门溜达几分钟 手套都被冻得硬邦邦了 不过今天的运气很好 退潮后的鱼网再次迎来了大丰收 这条鱼虽然没有之前的狗鱼大 但相比吃老鼠啃海草的选手 这已经是大老级别的天花板了 如果一条鱼还不够惊喜 那么这只野鸭子绝对是个意外收获 不过以节目组的尿性 这一季应该没有人能强到有食物剩的 在这种环境 不被饿死就烧高香了 艾伦擦干镜头上的水机 一国肥美多汁的海鲜大杂汇出现在眼前 由于有肉有海草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谁能想到在冰天雪地的荒野里 还能吃上这么一股五行级别的大餐呢 山姆小可爱这边飘起了小雪 她的庇护所还是南北通透 自从上次捕鼠陷阱 让她实现烤肉自由后 她又在营地附近加装了好几个 按照惯例来检查捕鼠神器 第一个陷阱稳如老狗 第二个陷阱触发了 但可惜是个炸糊 第三个掀开石板 果然有只野生薯片 今天的晚餐又有着落了 昨天吃过了油炸小杰瑞 今天她决定换个口味 据说烤杰瑞是个不错的吃法 哪位有经验的老哥出来科普一下 在烹饪美食时 山姆又想起了远方的家人 还有三个月小山姆就要出生了 而她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给小山姆赚过奶粉钱的 看着手上的炭烤小杰瑞 肉质虽然不够塞牙缝 可一口下去 嘎嘣脆肌肉味 抛开事事不谈 蛋白质还是牛肉的五倍 肉质鲜嫩 肥美多汁 山姆就连骨头都吃得干干净净 造船完嫖了的卢卡斯 现在又有了个大计划 目前所有的食物都来自大海 而庇护所距离海边实在太远 每天来回很不方便 卢卡斯决定把营地搬到海边去 求生大佬的执行能力 那是真的强 干起活来一点度不含糊 辛辛苦苦打造的窝棚 三两下就被拆得一干二净了 但搬家可不像造船那么简单 不仅费时又费力 还有点费命 卢卡斯把原有的木头全都打包带走 这片宅基地就很不错 靠山灭海的 一看就知道是个风水宝地 死后埋在这 子孙后代必定神官发大财 来不及庆祝 卢卡斯就开始了建造工程 为了让宅基地变得更宽敞些 首先将周围的残枝圣也修理一番 如此一来宅基地都敞亮了起来 用皮尺测量好距离后 马上开始准备大量木桩 看着这么简单的工作 饥饿交加的卢卡斯简直了个半死 接下来就是把木桩一个个敲进土里做框架 还没敲几下卢卡斯就比肾虚还虚了 就这样歇血婷婷一直干到天黑 海边的温度骤降 卢卡斯的蒙古包 连个半成品都没做出来 今晚它只能露天打地铺了 当前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五度 卢卡斯猫在睡袋里射射发抖 睡没睡着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抖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 卢卡斯一大早仰望着星空顶醒来 昨晚它是真的被冻坏了 招失误的事情先往后推一推吧 今天打死也得把蒙古包搭建出来 周围的一圈木桩已经固定好 外面包裹着一层防水布当作墙壁 而室内则用石板建造了个壁炉 为了防止火花蔓延 卢卡斯还用石头做了一层防火墙 这样不仅能防火 还能有效反射热量 温度降低后在室内生个火堆 那感觉简直爽歪歪 壁炉搞定后接下来就是封顶 首先用木棍在屋顶搭出锥形结构 再盖上防水布包裹起来 一个荒野版蒙古包就做好了 耗时两天 终于实现了在蒙古看海的愿望 可是这排烟效果有点辣眼睛 小白脸进去住一晚 能直接熏成老辣肉 温哥华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五度 艾伦只是出去了一趟 手脚就被冻得差点失去了知觉 岛上的一切都换上了银白皮肤 走在草地上都能听到冰碎的卡卡声 就连老窝里都长出了长长的冰锥 这种情况下肯定不意外出的 艾伦决定狗在庇护所里烤火堆 至于食物什么的都先放一放吧 温哥华的天气说变就变 气温也是直线下降 选手们的庇护所还非常简陋 他们也不知道还能熬多久 米亚西的生存进度毫无进展 就连庇护所都还是头顶一块布 幸亏他这边还能看到太阳 但他也能感受到温度的骤然变化 无处不在的饥饿感 逼迫着他出门觅食 他决定去到海边寻找食物 因为林子里根本看不到蛋白质 计算好潮水洗落的水位后 他在水中竖起了两根树桩 接着在两根木桩之间 最后在上面绑定上鱼钩 鱼儿的话就得取材 贝克里的螺肉用来挂在鱼钩上 剩下的碎渣还可以用来打窝 一排四套自动钓鱼装置就造好了 别看现在他们还浮在水上 用不了多久就会涨潮迎来鱼群 至于能不能抓到鱼 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和上帝了 镜头来到卢卡斯这边 几天前他就做了浮漂钓鱼 目前已经收获了几波大鱼 此时又吹风又下雨情况很不乐观 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大 但他的吊线投放的实在太远了 所以卢卡斯非常担心会全军覆灭 查看吊线时果然发现了异常 可等他赶到后已经为时一万 钓到的鱼已经被水鸟吃了 但水鸟却把自己挂在了鱼线上 好家伙 水里的鱼钩钓了只大鸟 这只三斤重的小可爱 妥妥地把卢卡斯送进了决赛圈 但卢卡斯表示这鸟肉并不好吃 要是及时给他来个开膛破肚的话 里面的鱼肉应该还不会变味 要是担心肉里有鸡生虫我可以理解 但把翅膀都扔掉 我就理解不了了 最后却把最难吃的内脏流了下来 还等什么呢 赶紧回家生火干饭 抠完脚 锅里的肉也刚刚好 看看这败教里面的铁板煎肉 隔着屏幕我都干了几碗白米饭 干煎水鸟肉硬吃出了法式牛排味 再来一条半消化厚的海鱼 差点退赛的卢卡斯 对50万奖金又有了一丝丝信心 镜头来到了山姆这边 伴随饥饿而来的是无尽的孤独 他想起了以前和妻子吵架的日子 现在越想越气 对这镜头废话说了很多 要不是有了孩子 真想回去给他两巴掌 挑战来到了第35天 往常的这个时候潮水已经退去 而今天的水位却高出了一米多 这种刺骨寒冷的气温下 贸然下水显然就是在送命 米其只好坐在湖边等潮水退去 可这一等就杀不住车了 潮水不但没退去 那空虚寂寞的孤独感 瞬间涌上心头 一想到家里的妻子和儿女 他最放心不下的是 家隔壁的那个老王 米其的内心迷茫了 艾伦这边总算给了个镜头 自从他吃完鱼鸭之后 就一直在庇护所里冬眠 虽说肚子还不算太冷 但他也不知道这种生活 到底还要熬多久 挑战来到第35天 相比艾伦的颓废生活 卢卡斯这边的时光就惬意多了 整天不是坐着游轮出海 就是在家待着躺平混日子 为了改善庇护所里的排烟效果 他在屋顶开了个天窗优化排烟 除此之外 鬼点子最多的卢卡斯 还想做个蟹龙来抓帝王线 可就在动手制作时 他的思想却跑偏了 现在他只想制作一把木吉他 来打发时间 而且还是一开始就停不下来的那种 从中午就一直忙到晚上10点 基础木料总算做了出来 接下来是火炭掏空中间的发音区 还有切割变音的吉他直板 不知不觉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一个吉他的半成品就做了出来 白天一口气做出各种零不见 晚上就开始拉琴弦 一切看似那么完美无瑕 无忧无虑 连续打造了30多个小时 一个木质吉他终于有了模样 至于效果如何 还不能给大家展示 因为再不睡觉可能就要猝死了 时间来到第37天早上 庇护所内传出了阵阵美妙的琴声 我能从歌声中感受到他的孤独和凄凉 还有那对于冠军和奖金的渴望 但看惯了求生的老铁们都知道 在荒野造乐器可不是件什么好事 往期选手一旦沾上了乐器 总逃不掉退赛的恶月 那么米奇这次能否打破这个诅咒呢 挑战已经进入了选手抢夺冠军阶段 艾伦凭借着一张烂鱼网 很幸运地实现了海鲜鱼肉自由 而山姆手把手教你搭建陷阱抓老鼠 野外实现蛋白质烤肉自由不是梦 来来来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50万的生存挑战来到第37天 场上还剩4名求生大佬在狗言参喘 艾伦几天前吃了顿鱼鸭大餐 可吃完后就完全丧失了生存动力 在庇护所里躺视了几天 现在艾伦浑身就像长了金针菇一样 全身细胞都在幻想着美味的烤鱼肉 他刚站起身想出门 天灵盖一阵眩晕袭来 现在正值长潮之际 他设置渔网的地方已经成了一片茫羊 像找点其他蛋白质来尝尝 可营地周围都翻了个遍 就连赛牙缝的毛毛虫都没找到 艾伦已经饿了整整五天时间 乌肉偏逢连夜雨 厄运专挑苦命人 到了三更半夜 屋外狂风大作 本就饥饿的艾伦 还被大风吵得无法入睡 现在满脑子都是食物 还是继续躺一会再说吧 镜头来到卢卡斯这边 自从造了个吉他后 他已经活成了荒野歌手 果然有了吉他卢卡斯就开始颓废了 现在他已经茶饭不思 整天就抱着个吉他在艺术交流 回顾他之前建造的三个房子 相比其他三位选手 简直要好太多了 而且造的小船也很给力 利用他还扒到了大量格力 甚至还实现了海鲜自由 还吃上了美味的铁锅炖大鹅 在众人的眼力 明明就是拿冠军的种子选手 可这货却偏偏就不撕进去 加上这几天一直都在熬夜造乐器 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及时补充 本就虚的步行身体现在更虚了 而且还是十位哥都补不回来的那种 一个大老男人躺在窝里 天天一粒洗面 看样子怕是快扛不住了 第二天早上 内心一番思想斗争后 心中已经有了想要的答案 是的 你没猜错 你最看好的冠军种子选手选择了退赛 一手好牌被他打得稀巴烂 要我说没时就少折腾 多出海 好死不死搞什么吉他来玩 这不是明摆着做死吗 他战胜了野兽 战胜了饥饿 战胜了寒冷 却败给了手上毫不起眼的木吉他 卢卡斯的离开 场上还剩下三名选手 生存挑战来到第三十八天 山姆这边已经实现了老鼠自由 这几天顿顿都是吃老鼠 为了营养均衡 他也该换换口味了 被迫拿起弓箭来到丛林里打野 至于他之前为什么一直不用弓箭 我想应该是森林里猎物实在太少了 往期的选手野鸡松鼠都吃不少 这一季简直是穷的裤衩都没剩 目前只有黑熊狼群和美洲狮 突然前方传来一阵动静 直接拉满弓箭准备射击 结果只是吓了松鼠一跳 现在的山姆饿得已经无法集中精力射击了 看来只能靠身上的脂肪硬抗了 以其出来消耗体力 还不如在家里狗着呢 要不是家里还吃剩一只小老鼠 今天就只有继续喝鸡北风了 道爷爷深人静时刻 饥饿的山姆还是无法入睡 孤独和寂寞在这个时候被无限放大 对着镜头他废话说了一大堆 他渴望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山姆几乎忘记了 吃饱饭是什么一种感觉了 曾经毫不在意的东西 到现在却变成了奢侈 艾伦饿的实在是躺不下去了 他得出去看看泡在水里的刺网有没有收获 可这潮水看样子 至少还要三天才能退下去 急不择时的他可等不了那么久了 不得不说他的牙口那是嘎嘎强 不管是海藻树皮还是鼻涕虫 到了他的嘴里都能吃出牛肉的感觉 吃饱喝足后又可以回去好好睡一觉了 剩下的三人里混得最惨的是米奇 可今天他却走了一次狗屎运 在海水退去后 他竟然发现了一只被淹死的海塔 这玩意岛上最多只有三千只 难免有想不开做傻事的 米奇赶紧将其带回家生火干饭 包开外皮表面看起来还新鲜 如果吃下去不出现什么不良反应 米奇这局绝对可以逆风翻盘 首先扒开海塔的皮毛 用树枝拉伸两竿 他尝试着做些事情让自己忙起来 按理说虾毛捡到死耗子 应该开心到原地起飞才对 但此时的米奇却一脸愁容 可能是海塔的死亡 让他想起了家中的老母亲 在来参加生存挑战之前 家中的老母就已经患上了脑癌 米奇知道这次比赛回去 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 虽然捡到了海塔 让他苟活进了决赛圈 思念和回忆此时已经侵蚀了他的决心 米奇认为在这多待一天 都是在浪费和母亲相处的宝贵时间 在此刻他觉得50万奖金也没那么重要了 明天就是感恩节 他终于想通了 钱再多也没有陪在母亲身边更加重要 他决定马上就动身回家 那颗想念母亲的心 早已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他半夜就退出了挑战 至于说他是被黑熊给灭口了 黑灯瞎火的 坐在船上的是不是米奇我也没看清 最终官方也没有给出个解释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42天 海水终于退潮 艾伦已经几天没去查看渔网了 今天打死都得去瞧瞧什么情况 不得不说 艾伦的运气真的好 他的渔网再次迎来了收获 上面挂着一条标肥体壮的大鱼 再加上一把海藻做配菜 又是满满一锅 时隔多日终于又吃上肉了 看来老天爷也想艾伦坚持熬到最后 但一想到今天出门没看火 艾伦赶紧拎着鱼肉就往回跑 结果还是来晚了一步 艾伦立即展开抢救 费尽了吃奶的力气 才把火重新点燃 一把柴火慢炖个八小时后 艾伦终于吃上了久违的蛋白质 为了食物不引来周围的黑熊 谨慎的艾伦从不在庇护所干饭 此时天空还下起了大雨 但这根本阻挡不了艾伦享用美食的喜悦 连了一个星期 艾伦这次吃的连渣都没剩 挑战已经来到了第45天 真正的冠军已即将要诞生 场上还剩下老鼠吃到你的山姆和不挑食的艾伦 此时岛上再次掀起了狂风巨浪 生存挑战也进入了大佬的巅峰对决时刻 各位伙计们 你们更看好谁 赶紧在评论区打出你的最佳人选 自从米西退赛后 只剩下山姆和艾伦了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45天 岛上再次掀起了狂风巨浪 山姆远远的望着大海都在瑟瑟发抖 就连庇护所随时都能原地起飞 不说了 没事别乱出门 这种天气经常会持续十几天 看来最近都得喝西北风了 无数陷阱已经好几天没收获 也不敢冒险去海边吃海草 现在又冷又饿还很困 山姆很担心现在的处境 到现在为止 庇护所连个像样的门都还没有 一阵狂风吹过来 那感觉简直透心良心飞扬 山姆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熬多久 我真怕他一个不小心 就在大风的驱使下 和庇护所比翼双飞了 镜头来到艾伦这边 风平浪静是艾伦都懒得动 这种狂风巨浪 艾伦就狗得更加安心了 前几天刚吃了一顿鱼肉海鲜大餐 现在连尿尿都懒得出去 门口放个锅 尿急了就直接满上 想起之前单手钓大鱼的日子 现在全都已成为了奢望 但现在狗在家里也挺舒服的 接下来 两人就是一只猫在家里 就像是在说谁先见光谁就死似的 这段时间节目组也没有素材可见 镜头一晃就来到了第52天 荒野里的狂风暴雨依旧没有停歇 期间山姆吃了啥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艾伦全凭一口真气在硬撑着 艾伦刚来是肥镖体胖的 中间虽然少不了几顿大鱼大肉 但经历了50天的摧残 艾伦现在已经瘦成了一道闪电 一开始还能吃点海带扇贝 后来就连丛林里的鼻涕虫都不放过 幸亏捡到了一番烂鱼网 火石才开始慢慢好转起来 大鱼大肉几乎天天吃不停 甚至还能吃上肥美多汁的北京烤鸭 还用矿泉水瓶造陷阱抓了很多小鱼 甚至还花了五天时间 用藤蔓编织了个大型捕鱼陷阱 可惜最后连鱼毛都没抓到 后续镜头里再也没出现过这玩意的身影了 艾伦之所以能硬撑到现在 是因为他采取了节能减排措施 每次试饱喝醋后 都会在家里躺好几天 现在他已经习惯这种慢消耗的生活了 挑战来到了第54天 场上还剩下最后两名求生大佬 山姆的庇护所依然在随风飘扬 无外的狂风大噪 让他最近几天都没怎么睡过觉 因为他的窝捧隔音效果实在太差了 刚来的时候囤了一身脂肪 50天过后现在也瘦成了皮包骨 山姆之后为所发育的能力实在太强了 全城国只见他吃了几只老鼠 其他的什么鱼肉鸭肉 那是连碰都没碰过 他能狗活到现在我也真的服了 相信看过第五季的朋友都知道 一般人三天能饿九顿 他能饿十顿 开局到现在别说什么大鱼大肉了 就连露脸的镜头都少得可怜 但谁又能想到 就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可爱 竟然能靠被动L技能 熬走了一众大佬呢 一整记下来最高光闪亮的时刻 就是第16天的那条大鱼了 没见过他撒亡也没见过他钓鱼 不知道哪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吃完的 也许是节目组看他出镜少得很 强行给他加了这一段花絮吧 山姆秉承着能躺就绝对不干活的理念 请他来荒野求生拍素材的 他倒好 直接躺了两个月屁素材都没拍 我要是主办方必须扣他工资 在25天时 饿得实在不行了 直接就跟上了塑料管状的海藻 那味道真是难吃的要命 到最后就一直在射陷阱抓老鼠 小伙子年轻身体好 能挨饿还能扛 但熬了五十几天 就算是耶稣来了 都看不下去啊 现在山姆已经头晕眼花 外面的防水不看样子也熬不了多久了 南北通透的庇护所 根本就不保暖 山姆小可爱也是被折磨得不轻 挑战转眼来到了55天 风浪终于是停歇了下来 一大早节目组的小船出现在了海面 不出意外的话是过来接人了 不出我所料 山姆最终选择了退赛 持续十来天的恶劣天气 最终彻底把这个小可爱干崩溃了 至于不出门 这十来天他吃了啥 至今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反正我没看到 节目组也没说 光靠喝水产生蛋白质显然是心不通的 我猜他肯定是吃了应急口粮 50万美金的奖励虽然很诱人 但比起自身的健康来说 真的一分不值 况且山姆家中还有个十月怀胎的老婆 现在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亲人的陪伴 他要做一个好丈夫 做一个好夫妻 虽然没能熬到最后 但山姆的脸上依然还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可能现在离开的确是他最好的选择 山姆退赛后 本机的冠军已经诞生 但节目组并不会去通知艾伦 而是看他还能继续熬多久 然而艾伦的生活依旧和往常一样 挑战来到了56天 狗了十几天的艾伦终于熬不住了 来到附近的林子里 到处找蛋白质 由于雨季过后树林潮湿 成全的鼻涕虫全都跑出来晒太阳 而且个头个个都不小 艾伦仅仅转了一圈 很快就收获了一大把 有了这些肥美多吃的蛋白质 看来艾伦能熬到节目组破产都行 回到营地艾伦赶紧生火干饭 只需要放在铁锅上大火煎一煎 鼻涕虫就会散发出阵阵迷人的清香 看他狼吞虎咽的吃得那么香 我就知道这次他是真的饿了 伙计们是不是也想抓一条来尝尝 但我全你们还是慎重 因为我帮你们试过了 根本厌不下去 吃饱喝醋后 刷好锅碗瓢盆 这时节目组终于来接人了 不过他们是打着 例行体检的名义过来的 经过一番检查后 发现他只是身上除了肉少了之外 身体其他任何毛病都没有 节目组便假装问艾伦还能扛多久 艾伦想都没想就说 只要钱足够 他能熬到节目组破产 这话一出 瞬间吓得节目组出了一身冷汗 可节目组接下来告诉他 在这一刻 艾伦的内心再也扛不住了 突如其来的冠军 让他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艾伦语思了几分钟后来了一句 要么我们把房子点了 反正自己都用不上了 这时朝思暮想的妻子 从背后走出来 艾伦三步并走两步冲了上去 狠狠地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艾伦把老婆带进了自己的小木屋里 显示给他看了一下自己的日历 妻子也拿出了一封信件 还让艾伦猜猜猜里面装的啥玩意 艾伦第一反应就是夜影棒 好家伙 老子出门两个月 妻子竟然告诉他孩子刚满月 还好 他猜错了 艾伦把信封猜开一看 这才知道里面是一张50万美金的支票 两人都没有很惊讶 而是在庇护所里商量着钱该怎么花 到这里 第一季荒野独居正式完结撒花 传言有选手被大黑熊吃了 但我在本剧中根本没找到任何线索 我想这应该是个谣言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季精彩视频吧 我们一起期待